随着网络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 只需要手指一点 时刻很快就能享受到美食 但据9月18号媒体报道 长沙的余女士通过外卖平台点餐 却遭遇了飞来横祸 9月12号晚上 余女士与几个好友在自家麻将馆打牌 随后她通过订餐平台点烧烤 好友吃过烧烤后提出部分食品并没烤熟 味道也很一番 13号上午 余女士就在该订餐平台 点了差评 并写下一些抱怨的评语 随后余女士曾接到过几个询问 有关评论的电话 但她并未在意 对方也未要求她撤销 但13号晚上8点左右 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当天七八个人拿着棍子 来到了余女士的麻将馆 并拖着她问是否有给出过差评 余女士的丈夫也文讯跑来 随后遭对外殴打 余女士丈夫入院后 因为脑挫裂伤脑干损伤 立即被转入ICU 医生曾下达病危通知书 经过抢救后 现在生命体征暂时平稳 据余女士介绍 至今仍未看到商人者 来医院看望协商 仅仅对方店铺老板娘 委托民警 暂电了8000元的医疗费用 而对于余女士 在订餐平台给商家打差评 而引发的冲突事件 该平台也派人介入调查 另据长沙市洪山桥派出所介绍 经过调查了解 该烧烤店老板 承认因余女士的差评 对店铺生意有较大影响 从而派人上前理论 导致发生冲突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新京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